HELLO 大家好,我是MINDER 今天這款可能不會講太多東西 畢竟實在是有點吃不下去 外加我遇到一個把自己提早Endgame的BUG 吞食天地、多元宇宙 關前提醒,我不是這IP的老粉絲玩家 我是真的不懂這遊戲 所以想看我說好話的話 建議快點逃 別看了以後又對我的內容酸言酸語指點江山了 原本遊戲的名稱叫做吞食天地N 不知道為何上架了把那個N改成了多元宇宙 但也正如我過去所說的 廠商永遠都是取名課金創意一流 內容玩法狗屎希妥 開發商是台灣的中華網絡 為志冠科技的子公司 而近期發布的幾款遊戲老實說都不太好 像是20年的黃毅群俠專M 或者今年上半年的天子傳奇S 都給我感覺這公司在開發能力上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而前幾天志冠也才剛代理上架的那款 動員台灣大量VTuber的純白和弦 我之前也介紹過那款遊戲 感興趣的話可以再點右上角去查看 而前幾天也同步的來了這款多元宇宙 看來也是為了過年前的老闆諷車布局 本次又是打著富科情懷的旗號 而正巧台灣人對於韭菜遊戲的包容心 可是異於常人的高 過去像什麼奇蹟系列 RO系列 魔力寶貝系列 希望系列等 這IP冷飯不管炒幾年還是能吃的津津油味 更不用說其他換皮MAO跟放置類了 雖然我不懂心懷 但對廠商高層來說 這聽起來還是挺不錯的 至少學一頓韭菜是沒問題的 然後我查了一下官方FV 發現了個吊詭的事情 一查這管理員都在香港區 這不是號稱MIT的遊戲嗎? 洗絲幾孔啊 而當我以為吞池天地3放置版 已經創造了今年的最佳下限 這款馬上就為自己挖了另一個下限 更別提開服第一天 瘋狂的閃退 直到現在也是會偶爾發生的狀況了 我真的很懷疑這遊戲 到底有沒有經歷過內側 做為一間老牌的遊戲應用商 這顯然是非常不及格的 遊戲開頭迎接我們的 是這極其復古的職業選單 看了真的是夢回90年代 老耶啊 整個市區的青春都回來啦 盯來吃菜哦 你不說我還以為打開了什麼紅白機模擬器 這極其廉價的介面跟美術建模 放到如今的市場上 也充分的表現什麼叫做 去其精華 取其招破 低化者素材 聚齒感破圖 是懷舊感還是神成本 各位就自己細品吧 那我就來個火系泳裝辣妹 然後隨便投個名字 熊香靈 哇操 你跟原神夢幻聯動是吧 不小心給我出馬腳了吼 可以可以 這工程師還是挺懂的 然後迎接我們的就是主角的萬民堂 裝潢家具的細節上其實還行 只是主角看上去就有點怪怪的 感覺像是披上去的 看來全村的經費都又在這裡了 然後這選單字體 一看就知道是用現成的免費資源 真的是一股廉價感 是不是花不起錢請人美化UI呢 但有一說一啊 比起某希望案來說 至少字體是真的夠大 閱讀上也不會太吃力 然後我們就穿越囉 來到這多元宇宙村 接著不出意外的 我出意外了 我任務卡關了 當我進行到一個任務 是要你把角色放到客棧裡 當時我沒有搞懂他的指示 就把那個角色放足了 導致沒辦法繼續 欸不是啊 雖然是我操作傻逼 但理論上這種強制性任務 不是應該會有防呆機制嗎 要照顧一下我這種低端玩家啊 但因為實在不想要再重創一次角色 或者聯繫客服 所以就接著以目前看到的狀況來講講吧 還好玩法上有自中巡路 不然我是真的玩不下去了 戰鬥是那個非常經典的回合自玩法 最近如果玩過魔力寶貝的話 應該還是挺熟悉的 真的是原汁原味毫無改變 除了有自中戰鬥以外 但真別說這個自中戰鬥系統 是早在當年網遊時期就有的產物了 所以我實在找不到 這遊戲內容創新的地方在哪裡 其他的話就跟你知道 MAO大差不差 就是丟著掛網練功 手機表示 玩起來體驗良好 而客機電路上 還是挺型的 670元的通行證 然後各種 抽靈魂、抽武將、抽專武、抽卡片、抽實裝等等 不算手足的話 這個元寶跟台幣 已經差不多快1比1啦 算算實收的話 也要800多台幣了 更不用說專武跟造型更貴 直接翻了一倍多 不愧是台灣的大IP 很懂知道怎麼開價格 其他什麼消費獎勵也是一個不少 充分讓玩家能在老遊戲上 體驗新的科技內容 而該公司在18年 早就有上架一款 除了UI差不多以外的 吞噬天地M 所以廠商這老酒新裝的操作 我實在是不能認同 好的不學 學習中國搞換皮換名士吧 總之這個超越時代 優質多元宇宙的 含金量手遊 實在不是我這凡夫數值可以駕馭的 就留給老粉絲們 好好快樂回味吧 結論 時間是吧 殺豬刀 刀刀催人老 情懷換回青春鳥 久久莫想桃 本來想接著聊第二款 不過這樣影片會太長 就留到下一支影片吧 那今天的開箱就有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